吳卓菩萨说 要获得出禅 要属于要趋入于出禅定的话 可以分七种作义 从什么呢 何为七种呢 从了相 他就没有引用别的话 那第一个应该就是 了相啦 他引用这个来讲的时候 所以我们 你看是不是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如果引用经典我一定会听 可是我怀疑 或者我否认 不代表是我否认 那个经典 我不代表是我怀疑那个经典 我是怀疑说 你有那个经文 你要证明的那个意思 是我对怀疑的 所以很多是常常 很多人有误会说 怎么你是不是不 不接受主师大德 不接受佛陀 不是不是 我说如果是引用的佛陀的 主师大德的经典 我一定会听完用完 可是用的用处 或者文字上面 不代表说 这样子写就是按照你想要来证明 就像刚刚他讲的 了相为什么是第一呢 因为无浊菩萨说的缘故 因为他说这个可以分为七 等等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来讲 说经文的时候他只是要去检测吗 不代表说这个就是到 这边就是一定是这个来做的 那所以刚刚要跟大家讲是什么 是所以对于出禅天的 禁分的这个引用的时候呢 不是说我们说刚刚以上 这个友人说的这个东西 是错误的之后呢 他所说的 所立定的 所引用的东西都错了 大家有时候又太过分的 有时候我说他引用的这个经典 我不承许或者我不用的时候 他说这个好像就是一文不值了 这什么都就是百分之百错误的话呢 那我说也不一定是这样子 那你说这个百分之百 就是按照你所说的要用 要就对的也不是这样子吗 像我说什么的话 我会说这一种的七种的分类 我都承许 就是吴卓菩萨在僧文帝上中 所说的出禅天的禁分的分类的 这种了相 一直到 加行就禁的果的 这个作意的这个用词 我都一一一一一一的承许 唯一不承许是什么是 你说僧文帝解释 我引用说了相为第一 就代表说 获得出禅天的禁分的第一者首位 就是了相禁分的话 这个是不对的 可是他的分类都完全正确无误了 和我们到慢慢我们到后面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大家再介绍说 了相 圣洁 等等等等这些的远离 这个一一的这个分类 或者他的界限到哪里 我们再慢慢跟大家介绍 因为这个在禁分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会 在心绪的上面的差别 会不太一样 我们会慢慢慢慢跟大家介绍 大家在听取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慢慢慢慢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 看能不能知道说 去先摸索出来说 那个了相 圣洁 远离 他一一阶段到哪个阶段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很深入 我就先不分类说 这个到这个阶段是了相 这个阶段到这个阶段是圣洁 这个阶段到这个阶段是圣洁 我们先慢慢慢慢对 先对禁分有一点了解 我们再回来这个地方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这既是说由七座义而等至出禅 且七种的最初既说为了相座义的缘故 但是只说极不合理 是不是说什么 他的这个的想法 说什么呢 他认为说因为在什么 在于圣文帝当中是不是说 是由七种座义等于说进入到出禅定 出禅定了吗 他因为是七种禅定 而趋于出禅定的时候 在这个七种的首位 就分类出了相的缘故 所以他是不是说 那了相禁分应该是第一者吗 这是他的说法 这是他的认知 这是这个某个人的认知的时候 可是在这个是 所以这个夸号以上是什么 这是某一种人的说法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大家以后如果看到 就是他有两种夸号 他是不是说 于此一直到家行就近 果作义是 这个是生文帝 还有一个细的夸号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人的说法 就是有一个细的 跟一个粗的夸号 细的夸号的那个地方的话 是他人的想法 可是还没有 在这个细的夸号当中 这个粗的夸号 那是生文帝本身的 引用的词句 就是余切式理论 本身的文字有 所以这既是说 这个后边是什么呢 是某人他的想法 来这样说法了 好 那在这个时候 后面就等于是 富贞纳斯要去破斥这个了 他说 但是此说 极不合理 因为由最初得指的 普特杰罗兴旭的 清安所设词的 等影三摩地 为初禅禁分的最初 以及若得初禅定的禁分 了项作义 则需先行得初禅禁分的 作义的初修业则故 前者成立以庄严经论说 游戏无作行 赐祸得圆满 身心妙清安 名为有作义 后者成立以三文帝说 云和作义初修业者 为专注议员勤修作义 乃至为得所修作义 为能促正心一尽性 是名作义初修业者 云和净烦恼初修业者 为以正的所修作义 与诸烦恼欲尽其心 发起色寿 正情修习了项作义 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话说 这个是为极为不合理的 什么为极为不合理呢 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说 了项禁分 所以以后大家听到的 如果我们不讲 初禅定的禁分的了项作义 只要讲了项作义的话 大家就知道说 一定只有初禅定的禁分而已 因为以了项作义 只有 只有在初禅天的禁分的时候 才有这个东西的 就我刚刚为什么一直在说 如果有这种分类 又不管是了项 圣洁 远离 等等等等 这个名词的话 只有在于初禅天的禁分 不代表说 也不能再推太多 大家说 不能代表说 没有二禅天的禁分 三禅天的禁分 这些都有 二禅天的禁分有 三禅天的禁分有 四禅天的禁分有 可是没有什么 没有二禅天的了项禁分 没有三禅天的了项禁分 有这一种的 这种七种作义分类的话 只有在于初禅天的定的这个阶段 就是初禅天的禁分 跟正行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当我们知道 了项作义以后 我如果讲后面一点 我就不用 我就不会再讲说 出禅天的禁分的了项作义 我们就 了项作义以后 大家就知道说是 在指出禅天的了 那所以他就是说 为什么来这样子讲呢 或者这个原因 为什么的话呢 为什么 因为他说 刚获得 最初获得 指的那个普特切罗的心绪呢 他的心绪 由清安所设持住的 等颖三摩地 这是什么呢 这个 因为我们等颖三摩地 我们有分 有分两个阶段 我们在九柱星 九柱星大家还记得 我们九柱星最后的 九柱星的最后一个 我们是不是叫等颖 第九 第九星 九柱星里面的 第九柱星 我们是不是 专注一字 等颖 或者他用词 大家如果知道 总之 可能因为我 我也跟大家一样 我要背 星的那些的 中文的用词 我也跟大家一样 他如果来讲的话 这边所谓的等颖 等颖的意思是什么的话呢 他有分两个阶段 从 第八柱星到 第九柱星到 指的话呢 他是分三个阶段 从第八柱星的话 我们叫专心一字 或专心一柱 这个时候呢 他进入于这个境的时候呢 他跟等颖是 唯有什么差别是 他刚进去的时候 还需要一点的努力 他一努力 一上轨道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努力了 就是专心一字了 就是他进入星的 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还需要有一点点的努力了 到等颖的时候呢 是根本 不需要努力 就是浑然天神了 就已经 星就往这个地方 可是那还没到纸 为什么还没到纸 因为他没有清安的设词 所以这个等颖 它分两个阶段的 有清安所设词的等颖呢 那个时候 有被设词跟没被设词住 有清安所设词的 那个等颖的话呢 那就已经到了 出禅天的禁分了 没有被清安所设词的等颖的话呢 等于还在什么 还在玉界的星 还在九柱星那边呢 就还在玉界的九柱星的 第九柱也叫等颖 出禅天的 刚开始的那个地方 也叫等颖 这个两个都一样的 可是它的这个等颖是什么呢 一个是有被清安所设词 一个是没被清安所设词的 而 第八柱星跟第九柱星的差别是什么呢 一进入的话 那个品质是一样了 可是第八柱要进入那一座的时候 它还要有略略的 要坐意 我要去修持 我要去把星往那个地方坐 它还需要那个 一开始那一点点的时候 所以还是有一点坐意的 有一点的那种的 努力的或者要需要去刻意的去做的 到等颖 虽然还是玉界的星 等颖的时候它已经不用刻意了 就是已经是 我常常 他还就跟我说 在讲说修所成的时候 什么到什么阶段 就等于说 就像我们在讲语言一样了 你看我们已经 练到中文是 我们不要说现在古文 或者学法 我们一般吃喝玩乐的时候 是我们根本不用经大脑 再去思维 可能说嘴巴就 所以我们才祸从口出 常常没有经过大脑思维 他从嘴巴就出来的时候 那就等于说什么 那就叫等你的了 而可能是 我们所谓的在第八柱星的 专信一致什么 就可能我先普稿 我先想好了 我到了那个讲台上面 我就可以讲的那种很顺的一样 可是到了出禪天的禁分的 那个阶段是什么 他需要到有轻安的摄持住 没有轻安的摄持 那时候的等隐的话 还在于欲见的心 所以他这边就讲说什么 因为刚获得 刚获得止 他的心绪里面的 轻安所摄持住的那个等隐呢 或者我们说所谓的三摩地 三摩地嘛 就刚刚讲定嘛 三摩地属于定 就是也是我们所谓的 应该这边还讲说什么 所谓的止嘛 他刚刚讲嘛 因为清安 因为他大家要记住 因为他用的这个词汇很 很复杂 在这个地方很多词 他是已经说是 清安所摄持的三摩地 清安所摄持的三摩地 才是属于止 三摩地本身不一定是止 可是他是清安所摄持住的三摩地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还记得 这就是大家 我记得我们在介绍 《普跳次第广论》在本文的时候 哦 好